中華管政婦 今天是在六港町公社基盤中華創意港價位的地方交流會 邀請在地工業師跟社區、社團、水源價位內容並且給予相交往意見 剛做另外是真相思在在鄉台的感慨中華創意港的價位 我們從最早的一個空間的改造 我們希望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巷弄 但是我們當我們聚集起來 找到一些有心的人跟附近的生活一起結合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結合出非常多的可能性 中華管政婦立正是向國法會進出的經費 要來推動中華創意港的價位 希望透過這個價位來幫助地方的發展 今天的這個計劃是國法會的一個計劃 然後它的主題是彰化創意港 其實就是國法會透過這個邀請專業的團隊 然後呢 簽對中華 尤其是這個大六港地區 包括六港福興秀水的這個地方 來協助做這個設計 做設計 那結合我們今天這個再造歷史現場 我們今天這個這個陸港南南戶計畫 就是包括福興古昌 合興派出所 那我們希望未來可以變成一個文創的園區 然後呢跟今天的這個團隊互相的來合作 然後可以營造出第一個能夠營造出在地的品牌 然後第二個能夠打開行銷的通路 然後呢再來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返鄉到陸港來創業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一個盤點 然後透過建設處文化局 然後跟這個國法會文化部行政院整體的合作 共同來打造整個大陸港地區的計畫 現場是來了很多民眾關心 中華創意港的上市內容 並且重雲來討論自己的生活 新中華新聞創中青 六港 蔡鳳報道